去吃人那個牛肉 結果被警察拿下來被罰 幾百個小時的勞動役 剛好他們去申請的時候 他們剛好來到這個社區 又更有趣的 他這個畫家也是李市長的 應該是師兄弟 因為李市長他本身之前在做 廣告設計看板的 因為廣告看板後來 因為現在電腦輸出很多 電腦化的 所以他那個行業已經比較沒落 所以他有轉行做 這麼巧就在這裡收音 之後他就把他的構想 跟他們這個師兄弟講 他們師兄弟好 因為反正他也是要做勞動役 可是他的畫工非常棒 所以他們就是剛好 這樣的機緣下來就把那個社區 整理得很漂亮 畫得很特別而且很立體 就是因為這個因緣 其實有時候在做工作的時候 真的是 那個因緣來了就會成事了 就是這樣子 所以等一下我們去看的時候 可能時間上會有比較短一點點 所以他會簡單的大概介紹一下 我們去拍個照 這樣子就去吃個飯 謝謝 不好意思 我剛剛去弄那個點 所以我沒有聽到你前面的 你可以 我不會再講一次 再講一次貓的社區 貓的社區 貓的社區 不用用那個了 因為大家都聽過了 只有我沒聽過 對這就好 謝謝 不好意思 我真心心 這貓都把他錄 他是因為 他是因為他有一本會本 叫屋頂上的貓 在我們做我們社照的時候 他有去徵選會本得獎 在我們英尼先生政府的那個得獎 得獎之後 他們在做社區總體營照的時候 他們想說那社區要有一個主題來做會比較好 所以他們就說那我們既然這個會本得獎 那我們就是把貓的元素加進來 把貓的元素加進來 他因為有那個構思 後來他們有去申請勞動益 剛好那個勞動益是這個理事長的師兄弟 因為他們之前是在做廣告設計的 手工很好 所以就是一個因緣的促成之下 就把那些貓通通畫出來 而且畫得很立體 謝謝 謝謝 那請問一下他畫這個貓的內容的時候 跟繪本的貓 是不是有異曲同工 由那個繪本上的貓來發想 還是他自己做另外一個造型的貓 來做他的元素 其實那個繪本是因為這個 他在畫畫的這個作者 他本身有養一隻貓 因為這隻貓 後來就往生了 因為車禍往生了 所以他就很難過 所以他把他很難過的這些思緒 很思念這隻貓的思緒 的一個感情把它畫出來 所以他是有一個 他的心情上的一個抒發的一個表現 但是他我們畫在社區的時候 他是一個延伸 延伸就是把很多貓 用很多的貓下去 因為其實台灣的貓的品種也蠻多的 所以他就用這個元素下去 把很多很多樣的貓 品種的貓把它呈現出來 那一些就是有畫比較立體 你其實你看起來是平面 可是你拍照起來 他就非常的立體 真的很特別 那這個繪本的這個畫家 又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給我們介紹一下 他是當地人嗎 繪本的畫家 他是當地人 他是一個很年輕的年輕人 年輕是幾歲 大概三十幾歲吧 三十幾 應該差不多三十上下那個 他是理事長的兒子 理事長的兒子 他因為他們家講這個 理事長他本身他對畫畫方面 他也是他的專長 對 但是兒子也是專長 所以是兒子畫的 是兒子畫的 對 他那個故事跟畫出來都是有 可能故事性有有在全全家一起討論之後 在畫展有兒子下去執行畫畫出來 那兒子有跟他是學這個的嗎 是學畫畫的嗎 學藝術的嗎 有啊有啊有啊 他本人是有藝術的背景嗎 不是說他有專業嗎 沒有沒有沒有 他們都通通是 目前通通是業餘的 所以這三十幾歲的這個年輕人 對 他是自己是一個素人畫家嗎 對 是一個素人畫家 沒有錯 那那個理事長他不是素人畫家 他是有專科 對對對他是專業做廣告的 廣告看板造成的 了解 謝謝 不好意思 喂